实际上所有去往自由女神岛的观光船都会包含一个免费的项目 也就是它的航程第二站 船呢会停靠在爱丽丝移民岛 岛上可以参观的唯一的建筑实际上就是那个曾经的登基大厅了 现在呢把它给翻修成了这个移民博物馆 爱丽丝岛之所以叫移民岛是因为在1892年的时候 全世界所有想要移民来美国的人都必须先坐着船 停靠在附近的海域 然后坐小船陆续的登陆这个岛来进行身份登记 美国东西海岸呢一共有这么两个岛都是做这样用的 在东海岸的登记点就是这个爱丽丝岛了 这个爱丽丝移民岛在1892年1月1号的时候就开始正式的启用了 第一年就将近有45万人登岛啊 虽然说服务了短短只有62年 在这期间就一共有1200万的移民登陆爱丽丝岛 可见这登记处的人流量是相当的大 那由于东海岸的特殊地理位置 来这里的大多数呢都是欧洲的移民 想当年人们就是这样脱家带口 带着行李走进这个登记大厅 先是进行一些实名的核对查看相关的证件 那就是跟这小桌子上会有一个工作人员 从这个表上找到你的名字来进行登记 和今天的这个入关流程啊 看起来还真是差不了太多 那据说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说冒名顶替 使用假文件想要蒙红过关入境的人了 整个的登记过程呢 首先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排队等待 还有呢就是身体的检查精神的检查 你看像我还测试了一下 哎这题还真有点难 一般人呢都能过 但是也会有人啊过不了这个考试 还有呢就是去检查身体健康 避免有传染疾病带入境内传染给更多的人 那那个年代医疗其实还不是很发达 生了病呢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检查呢就变得非常的有必要了 如果顺利通过理向的这些考试啊 检查啊核对啊 哎就可以坐着船去曼哈顿 或者去新泽西坐火车 可以继续去往美国的其他省其他的州 这是当年火车票的价格 其实也不算便宜呢 从意得利开过来 这是意得利罗马 68块5 好像 不走运的话 得了病就得留下来先治病 痊愈了才能够和自己的家人相聚 那很有可能家里边其他人都走了 只有一个人被留下来 被迫与家人隔离 那想象一下一家人坐着船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 很有可能语言还不通 但是自己却被留下来 送到医院隔离了 那当时的心里一定会是非常的害怕 那个时代也没有电话 不能视讯 有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感觉吧 那当知道了这些故事之后呢 我报名了岛上废弃医院的参观团 想看一看这个不被开放的区域里边到底是什么样子 感受一下当年在里面居住的人 他究竟会有多么的绝望 那由于整个的参观过程 他都是不允许录像的 再加上建筑内非常的暗 所以就只能分享给大家一些我拍到的照片了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里面的画面 我呢也会分享拍摄的参数 从ISO的这个参数里面 您就可以感觉到这房间到底有多暗了 这些建筑其实看上去挺诡异的 它这个还不是窗户 感觉像是一扇一扇的门 经过这个研究呢 发现这个还真就是这个每个医院的这个房间 他把这个窗户设计成这样 是为了做通风用的 所以他就是需要通风的时候 他就把整扇门打开了 但是平时呢 基本上就是病人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窗户 看到外边 为了防止传染病感染嘛 毕竟在这儿关着的病人 基本上都是有传染性疾病的 或者是有精神类疾病的 这是整个医院其中一个不是病房的房间 大家可以猜一下 这个东西是个什么 我看了半天还真没猜出来 嘿对了 它就是一个洗衣机 那个年代滚筒洗衣机就长这样 并且还是一个很工业化的 它这个很大 主要是用来洗这个医院里边的一些床单啊 病符之类的 看另外这一台就很清楚了是吧 这个应该可能是个烘干机 那如果那个是洗衣机的话 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个烘干机 在这个建筑里边很多设施看上去都很诡异 比如说这个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个焚烧炉 但事实上呢 它还真是个焚烧炉 但它不是用来烧人的 是用来烧床垫的 因为在这个医院里边 你想它都是传染疾病的患者呀 这走了一个患者 下一个患者来之前 这床垫恐怕就没法要了 这个不让传染病蔓延 它就把这个床垫放在这里边 给它烧了 这个木制的储物空间很有意思 从外表看呢 没什么特别的 就像是个贵厨似的 但是如果您仔细看 它这个门非常的厚 是不是有点像咱们今天的冰箱 没错 这就是1890年的冰箱了 那个年代 这个食物是很难保存的 您看这个医院的规模 这得有多少人呀 那么对于病人养病来说 食物必须要保持新鲜了 在这个医院的院里边 有这样一个铁笼子 非常的显眼 我一眼就看见了 在这个铁笼子里 这些人的照片啊 是当时真的在这个位置出现过的人的真实的照片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 贴在墙上 来还原当时这样的一个场景 让大家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作品呢 是来自于一个艺术家叫做JR 在整个这个园区都可以看到很多 类似这样的人像照片和实景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那么帮助我们来还原在历史的那一天 这个场景它是什么样子 进到这个废弃医院来参观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感觉到它非常的压抑 你可以看这小房间一个个的都不大 然后窗户呢 也都封死死的 从外边看不见里边 里边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阳光 所有建筑里边的走廊都又长又黑 因为仔细看的话 好像这个楼道里边也没有什么照明 可想而知 病人甚至于在这工作的医生或者是护士吧 我都觉得还真蛮压抑的 而且也不知道自己哪天能出息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 是这个病房 据说只有患病非常严重的病人 才会被安排进这个病房 因为它的窗户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像 希望以此呢 给病人一个希望啊 我的美国梦还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没有人的居住 如果没有维护的话 这些建筑就会逐渐的破败 可以看到这些房间的房顶地板 很多玻璃都已经慢慢的开始腐化 自己就分化掉了 或者是就碎掉了 这样的这个艺术作品 以前这个作品是一个完整的 但是现在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呢 它都已经坏掉了 再加上不同的天气 飓风都会对这个建筑有影响 那么这个建筑基本上是 没有在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也不知道它能够坚持多少年吧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次 我在爱丽丝岛的这个飞机医院 所拍到的一些照片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看一看这里边是什么样子 因为这门票确实还挺贵的 如果您觉得就这么回事 那就索性看我这个视频 就省得花75美金再去买 买票看了对不对 得嘞 祝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吧 有啥别有病 开心就好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和摄影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我会感受到来自小宇宙另一边的你 我们一起玩摄影吧 如果你想要深度又系统的去学习 欢迎来看看我精心制作的 城市行者系列课程 在我的官网和B站都有出售 十几个拍摄案例 详细讲解了从前期的准备 到拍摄现场 再到后期的整个全过程 这不仅仅是对基础知识的深度讲解 更是分享我在多年来 总结的经验和习惯哦 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